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段 I was surprised and upset 好,我們看看第一個字 來,各位這surprise 各位這個字看到沒有 這我們剛剛在第一段的時候提到了 surprise這個字叫使驚訝 來,我們來幫各位呢 整理一下surprise 好,這個字呢 它是屬於極無動詞 注意哦 它那個,呃,所有的情緒動詞呢 都是極無動詞 好,所以它是一個極無動詞 好,我們中文呢 叫做時什麼什麼人 時什麼什麼 感到驚訝 叫做surprise,對不對 那麼surprise這個字呢 也可以當作名詞 就是驚訝的意思 好,所以這邊呢 I was surprised 好,那這邊呢 surprise,當然是B動詞 除了可以用was之外呢 各位注意哦 主詞只要是人 我們後面來再次 B動詞 become或者是feel 好,這三個動詞 都是屬於所有的連綴動詞 不完全,不給予動詞 後面都需要接一個形容詞 當他的主詞博語 那這邊呢 接的就是一個什麼 surprise 好,什麼人感到驚訝 那這邊呢 再一次的提醒同學 這邊呢 你要用的是被動語態 feel surprised be surprised 或者是become surprised 所以他說呢 I was surprised 我感到好已經要 那upset 我們看看這個字 然後這個字呢 叫upset 那upset這個字呢 它是一個形容詞 好,形容詞呢 這個我們叫做 煩的 心煩的 那感到好煩哦 對不對 或者所謂的 沮喪的也可以 沮喪的 都可以用upset這個字 OK 好,那upset這個字呢 在日常生活上 使用的機率 機會很高 同學呢 不妨把它記一記 叫做upset 好,那我們接下來 再往下看 他說 I thought that the z must have been the work of mean little aliens 好,他說呢 我認為一件事情 來給你們看他 這個thought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這個字呢 是think 的過去式 對不對 叫做think thought thought 好,我們知道呢 它是一個動詞 它是一個動詞 我們中文翻成 想 或者是 認為 OK 好,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當成認為 我認為是這一件事情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由that 所引導的一個 名詞 指句 在這邊當作 動詞 thought 的售詞 所以他說呢 我認為 我認為這一件事情 好,這件事情的內容 是什麼呢 the z must have been 來,各位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文法觀念 Andy呢 等一下呢 再來一併來解釋 所以呢 我認為是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呢 the work of something 來,各位 這邊要特別提醒同學 咯 好,這邊的 the work 好,work呢 原本當作工作 咦,這邊也可以當作工作 沒錯的 好,我們中文呢 可以把它稍微再翻得 比較 切 呃,比較跟這個題目呢 比较 呃,跟課文呢 比较有一點點 呃,結 呃,能夠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把它翻成 所謂的 呃,叫做成果 呃,這是怎麼 this is my work 我已經花了好多時間了 一件,呃,做一件事情的成果 或者是所謂的工作的成品 呃,工作的成品 呃,一個成品出來 叫做the work 所以呢,他說呢 我認為 我在想啊 啊,這一件事情就是我鼻頭 這一顆青春痘呢 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呢 the work 呃,是什麼人的節作 不是我爸爸 不是我媽媽 也不是學校老師 因為學校老師還沒見過 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的節作呢 好,到底是誰的節作呢 他自己在那邊胡思亂想 他說呢 of mean little aliens 好,那我們看看這個字 好,這個 mean 這個字 注意哦 它當的 它這邊的詞 可以當作形容詞的時候 然後我們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謂的 baby的 邪惡的 壞的 這特別特別注意到 因為我們在第一課裡頭呢 我們有學到 mean這個字 如果加上s 來這邊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我們把mean 後面加上s的時候 注意哦 它是什麼意思 叫做手段 或者是方法 那mean這個字 來,再補充另外一個 它可以當作動詞 它當作動詞呢 意思是 意思是 哦 注意對不對 所以它的意思有很多 那這邊呢 它當作形容詞 我們中文翻成 baby的 邪惡的 或者是壞的 好 所以呢 他說呢 我覺得呢 這件事情 好,這件事情是什麼 這顆痘痘 我鼻頭上 這個痘痘 一定是 這個人的節奏 什麼的節奏呢 是 節奏呢 是little alien 來,各位 什麼是alien呢 Andy呢 早,哎 不要被嚇到 如果你現在是晚上 在看Andy的影片的時候 可別被嚇到了 這個就是alien alien就是外星人 他們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呃,那個眼睛很大 身體很小 然後呢 那個 那個手指頭很長 那當然呢 alien在這幾十年來的 呃,電影的推播助然之下 他的造型可非常非常的多呢 所以呢 希望呢 這個影片呢 沒有嚇到同學 好 所以呢 他說呢 這一定是誰的節奏呢 of mean little aliens 當然呢 呃,外星人呢 有應該是有 但是呢 有好的外星人 也有這些邪惡的外星人 那這些 呃,外星人會在我的鼻頭 呃,那個 那個 搞出這麼一大顆的 青春痘 那這些外星人 一定是小壞蛋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是不好的 mean little aliens 所以呢 這一定是 我覺得 我得出一個結論 啊 我鼻頭這顆青春痘呢 一定這是這些 壞蛋 這些小外星人 他們的傑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特別來解釋 這個文法 叫做 must have been 好 英文裡面呢 有一個 must 我們知道這must 叫做什麼 一定 必須 對不對 再加上have 再加上PP的時候 來,各位 這個時候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常用的用法 我們把它翻成 一定是 好 就是呢 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呢 有強烈的推測 那也就是說呢 你對這件強 烈 的推測 好 你對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確定 應該是 發生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must 後面再加上have 加PP 那呢 Andy呢 記得以前在讀這個 在學這個觀念的時候呢 Andy記得那個時候的老師教我們一個例句 那個例句呢 從以前背到現在 你看三十幾年過去了 Andy還是一直記的這個例句 所以呢 現在Andy在這邊呢 跟各位分享 也希望各位同學呢 在聽過這個例句的時候 一樣呢 把它記起來 也就是說 我今天早上騎了腳踏車 一出門的時候發現 從我家到學校的這個路上 一路都是濕哒哒的 哦 我從這個 這個路 馬路都濕哒哒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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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況 推斷起來 It must have rained last night 好 這個 對 就這個句 哎 沒想到這個句子呢 已經 已經在 Indy的 那個記憶裡面 已經存在了這麼久 存在了三十幾年了 It must have rained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呢 睡覺前呢 沒有下雨啊 但是今天早上起來 我其實假如出門 騎到我們 我們學校 這一路上 路 路地 那個 那個馬路都濕哒哒的 所以我從這個 現象 我推論起來 我強烈的推測 It must have rained 好 那這個 rained 就是下雨 動詞加ed 是屬於過去分詞 所以呢 Must have 接PP 就表示 對過去 注意哦 特別注意到 過去發生的事 然後呢 強烈的推測 你強烈的推測 一定發生過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用 Must have rained OK 好 所以這邊的 Must have rained 表示呢 一定有下過雨 好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 來課文這一句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一定是這些小壞蛋 這些邪惡的外星人呢 所做的事情 一定的 一定錯不了 當然這是小孩子 自己在那邊 胡思亂想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用的 Must have been 因為這件事情 發生在過去 所以他對過去的推測 一定是 所以Must have been OK 所以這個所謂的Must 後面接完成式的 用法 各位一定要把它搞懂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下一句 他接下來他說 They came to earth and landed their bright red spaceship right on my nose in order to ruin my first day of high school 那我們看看這一句 他說 They came to 就是來到 來到什麼地方呢 地球 地球大家都知道 Earth 前面的一呢 是可以大寫的 所以呢他們來到了地球 and landed their bright red spaceship 好 各位這個land 這個字 來我們看一下 land的這個字呢 我們知道 當作名詞 當作名詞 可以當作土地 好 但是那這邊 它可不是當作名詞 它這邊當作一個什麼呢 當作一個奇物動詞 它的意思呢 叫做降落 好 因為呢你飛機呢 在天上飛 你是跟土地呢 是沒有連在一起的 等到你降落了 你的飛機 你的機輪 你就跟土地呢 接觸了 所以這就降落 叫做land 好 所以呢 they came to earth and landed their bright red spaceship 好 你看呢 小孩子的想象力 有多麼的豐富 他呢 把這個東西呢 给降下來了 好 这个their bright red spaceship 那各位 这个中瓜湖 从此 你们要稍微习惯一下 这个中瓜湖 指的就是一个片语 好 那这个片语是什么片语呢 是一个名词片语 好 在这边当作land 这个奇物动词的售词 来 Andy在这边呢 帮各位呢 稍微做个记号好了 好 我们知道呢 主词是哪一个呢 主词就是they 这边的they 当然指的就是 那个什么呢 指的就是外星人 对不对 第一个动作 好 他们来到了地球 来到地球之后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好 and 然后用and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v2 好 第二个动词 注意到这第二个动词呢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后面接上一个受词 their bright red ship 好 所以呢 他们呢 来到了地球 各位有没有发现 用的都是过去式动词 对不对 landed 这个came to 是一个极物动词 是一个不极物动词 是一个不极物动词 然后这个landed呢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好 所以呢 他怎么样呢 他把他的 非常这个明亮的 红色的太空船 spaceship 是太空船 那当然这边指的 是真的太空船吗 当然不是 就是这个女 这位小姐 她鼻头上的那个 红红的 很巨大的青春痘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把它呢 看成是那些坏星人 开到地球来降落在 他鼻子上头的 太空船 好 所以呢 landed there bright red spaceship 好 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 对不对 叫做right on my nose 就在我的鼻头上面 怎么不把它那个 停在我的脖子上呢 至少别人还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或者你停在我的肩膀上 干嘛就停在我的鼻头上面呢 right on 就在我的鼻子上 好 所以呢 他们呢 来到地球 把他们的那个 那一艘明 那个发光 而且呢 明亮的 是红色的 太空船呢 就这么降在我的鼻头上面 哎 他们有个很 很可恶的目的 in order to 好 来各位 这篇语相信 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 in order to 后面呢 注意要加圆形动词 中文 我们就把它翻成为了 好 它的意思 它是怎么样呢 是表目的 表目的 OK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后面特别要注意到 要接的就是一个 圆形动词 为了做这件事 好 那这件事什么事情呢 to ruin 好 就是要毁灭 要去摧毁 摧毁什么呢 my first day of high school 我上高中的第一天 因为呢 原本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万全的准备 要让这一天呢 成为我人生中 perfect day a perfect day 最美好的 最完美的一天 结果没想到 这些坏心人 这些坏蛋 他们开着 红色的 那个明亮的红色的 发亮的红色 太空船呢 就停在我的 鼻子上头 为了就是要摧毁 我上高中的第一天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it was terrible to have a nose so ugly that it made rudolph's nose look normal 好 所以他说呢 it was terrible 哎呀 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人 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情呢 好 来各位 那这边呢 有一个呢 英文里面呢 很常见的句型 就是用it 当作虚主词 他的真主词呢 就在后面的不定词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好 所以呢 特别要注意到这边呢 他说什么 it was terrible 这件事情 非常的可怕 好 terrible 就是糟糕的 可怕的 那哪一件事情呢 哎 就是后面这件事情 to have a nose so ugly 好 他有一个 这么丑的鼻子 好 这么丑的鼻子 这一件事情 让是非常 非常可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 这种来 这种句型呢 帮各位呢 整理一下 it 再加上 b动词 再加上一个 形容词 形容词 后面再加上 不定词 好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表示 做 这件事情 好 做 模式 是 做这件事情呢 是 怎么样的 it is 后面呢 接一个 b动词 接形容词 好 重点呢 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在后面 要接一个 所谓的不定词 那这个it 就是在文法上 在结构上 我们就叫做虚主词 虚主词 虚的哦 不是 那有虚的 就表示什么 就是有真的 对不对 好 所以真主词是哪一个 真主词就是在后面的这里 真主词 好 就是这个不定词 我们在文法上 就叫做真主词 所以呢 虚的 就是代替真的 那真的呢 就跑到后面去 那你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需要这种虚主词 跟真主词呢 因为虚主词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把这真主词 后面这么长 把它拿到句子的前面 当主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读起来好累哦 因为读了老半天 都不晓得动词在哪里 所以呢 英文里面呢 就会有这种虚主词 来代替后面这个真主词 而通常呢 后面这个真主词呢 都是相当相当的长 好 所以他说呢 这件事情好恐怖 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 可怕的 恐怖的 Terrible 好 我们这边先做个记录好了 Terrible Terrible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就不放成 可怕的 可怕的 或者是恐怖的 恐怖的 OK 好 这件事情是太可怕了 太恐怖了 什么事情呢 拥有这个 这一种鼻子 To have a nose 而这个鼻子呢 是so-so的句型 来 各位 这so-so的句型 so-so 然后有没有印象啊 so-so的意思就是所谓的 如此以至于 它是如此的丑 丑 以至于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了这么一颗鼻子 是这么的难看 以至于呢 so-that的句型 来帮各位呢 在这边呢 把它出名一下 so-that后面呢 接主词 再接上动词 好 这个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如此的怎么样 以 以至于 好 以至于如何 好 所以这so-that的句型呢 它的经常出现了 所以同学呢 特别特别要注意到 这样子的句型 所以呢 这件事情好恐怖 好糟糕哦 有了这么样的 一只鼻子 这鼻子呢 是如此的难看 ugly 好 好 ugly 就是难看的 以至于呢 it made Rudolph's nose look normal 好 这个it指的是什么 it指的就是前面的 这个nose 来 Andy呢 帮各位呢 把它做一个记号 让同学呢 可以看得更清楚 来 这个就是什么呢 好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记号 各位看得出来吗 这个it指的就是前面的 anose 就这边 这样子好了 好 所以呢 to have a nose so ugly that it 好 it指的是 这个鼻子 这鼻子是谁的 当然是我的 就是这个女孩子的鼻子 made Rudolph's nose look normal 各位 有没有看到这个make 这个用法呢 好 make后面接圆形动词 各位 这是我们第一课的文法 对不对 make后面接受词 再接上一个圆形动词 这个我们中文叫做是 是 好 看起来如何 对不对 这是一个实义动词 好 所以呢 让Rudolph's nose look normal 好 Rudolph 各位这边有个专有名字 那Rudolph是谁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各位 如果你看过卡通 或者是听过圣诞故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当圣诞老公公呢 要到全世界 圣诞夜那天晚上呢 要到全世界送礼物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有个 一个迷路 来拉着他的雪橇 对不对 其中呢 坐在前面的音乐呢 在晚上呢 看不到前面的鹿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有一只鹿 这鹿就叫Rudolph 那Rudolph 它有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它的鼻头 有一个 它的鼻头是红色的 而且是会发亮的 好 它就因为呢 这个发亮的鼻子呢 然后呢 带领了圣诞老公公呢 能够安全地抵达 要送礼物的地方 那这只鹿 这只有名的巡鹿呢 我们就叫做Rudolph 它的名字叫Rudolph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鼻子是个红红的 而且会发亮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女主角 这位小姐 她就想起了 哎呀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Rudolph的鼻子 好 但是呢 那相较之下 没想到我的鼻子呢 原本呢 Rudolph呢 它的鼻子呢 红红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但是呢 如果有人看到我的鼻子的话 那Rudolph的鼻子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呢 我的鼻子 现在上面有一颗大大 有一颗巨大的青春痘 而这个青春痘的鼻子呢 就让Rudolph的鼻子呢 看起来就很正常了 那个它的算什么 我的才可怕 对不对 好 所以normal这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normal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正常的 帮各位呢 做一个整理哈 好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叫做正常的 好 那这边呢 当然学到正常了 我们顺便学一个叫做abnormal 那abnormal这个字呢 它就是 它也是形容词 它呢 是不正常的 好 各位 你们发现 它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就是ab 我们念成ab 所以呢 abnormal 指的就是不正常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句 I felt so embarrassed 好 embaro这个字 难为情的 不好意思的 好 那这边一样 它也是一个情绪动词 相同的主词 I也是人 所以你后面特别注意到 它的ed 它的ed呢 一定要加上 所 它一定要用所谓的过去分词 来表示被动 好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先看下来 我先看下来